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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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八蛋 你把他当善堂啊 想要三十幅画 灭台 不要这样子嘛 都是我不好 我不好 我现在磕头认错 你不见在我这一部团 给你过瘾的份上 你也想想这几年 我帮你卖画 露了不少钱呢 现在外面那几个道仁兄弟说 三主香之后拿不到三十幅画 就要把我大写八块了 你快帮帮我 三主香 别说兄弟不照顾你 在你铃铛上 为你替你写物宛连 一些死有余辜 一些死不足心 你自己写好了 佛虎啊 不要那么决好不好 大不了我发个毒誓 以后我再赌钱的话 就让天下最丑的女人 夜夜轮奸 直到体无完肤 摇摇欲阵为止 这样可以了吧 这么悲壮的毒誓 你都发得出来 好 我就再帮你一次 来人 文房司法伺候 他们都真是中肝义胆 虾股胆心肝 别话少说 给我脱 脱衣服 你搞什么 你还玩死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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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死我啊 熊猛 晚我 作词 晚我 晚安 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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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 Bisml nut 晚Yeah 晚我 真是神乎奇迹 就算被你给打死都值得 这套什么名堂啊 壮观吧 这叫做雄鹰展翅气吞天下图 这幅画足以抵藏你的三十万两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 那是一定一对 不过最让我佩服堂兄的就是 可以将我胸前的双脸做花 双掌做树 屁股变石 前足成云 后足成山 那只微风的老鹰 是用身体哪个部位画的 用的是阁下的命根子 哎呀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雄壮热情 简直传身疾了 我说的是鹰嘴上叼的那条小虫 何来雄壮热情之有 也好 还带勾的 唐伯虎与明献宗成华六年 更迎年迎月迎日迎始出世 顾名唐银 又一书虎顾又名唐伯虎 唐银聪明绝顶 师华双军 畏惧江南四大才子之手 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就是她拥有八位国色天香的娇气 恍如身先美剑 献煞旁人啊 举手 你身上美的饼咋先进来用一用嘛 你们搞错啊 猜这么一点啊 来了来了 我又有银子了 给完了 来来来 好 我老是赢钱的 猪尾娘子 来吃点鸡翅吧 你跳鸡骨头去了 这么久才回来 你们摆好了没有啊 快点啦 真的好了 快点 还摆本呢 是啊 我的百花争烟植物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给咱们垫垫桌子啊 小气鬼 你还没死呢 没事再画一下不就行了吗 可是这个 行话少说了 我们的滑雪吧 剪一遍好啊 三星照啊 四具材啊 快点 好了 来来 摆好了 我们来 来 摆一下 来 你干嘛 我的诗集啊 看这俩烂桌子老歪一爹 变了一份还不平 不许拿两份来 我的白鸟嘲讽童 何故连鸟头都不见了 你怎么那么啰唆啊 人家的妖姬不见了 借你的小妖用一下都不行啊 你你 你你 老娘 你干什么 哎呀 婆婆上吊了呀 我帮你看看去啊 你等一下 先开牌啊 双天至尊通杀 老娘 老娘 你秀多了 老娘 没用呢 给你娶了八个老婆来服侍你 你还是不满足啊 整天愁眉苦脸的 我看我还是死了算了吧 老娘 你说这些干什么呢 我从来没有练过你半句啊 八虎啊 你现在是年少有为 事业有成 家财万贯 这妻妾成君啊 你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不是吗 我没说过我不快乐啊 为什么你整天拉长个脸 是不是嫌媳妇们配不上你啊 老娘 你不了啊 千斤亦得知己难求 我跟这几位娘子算有夫妻之名 这可惜同窗异梦 大人是嫌弃我们了 我不如死了算了 我把你一起上吊 何须壮观啊 快救人哪 别习惯了 我的习惯你没什么 八虎啊 你真的要过来商鞭 也血流淳河你才买一样 我又没说 你放手让我去死 不要闹了 你不要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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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虎 你倒是说话呀 不要吵了 我错了 几位娘子 温柔娴熟 持家有道 知书达理 是我不懂得欣赏 我对不起大家 请大家原谅我 你明白就好了 赵公 你笑一笑 笑一下嘛 快笑 是啊 笑得太年少了 我要开心点的 笑嘛 怎么那么难看呢 笑得好看点的 是啊 笑好看点嘛 啊 啊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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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补啊 你看看他们多爱你呀 以后你就别再辜负这几位媳妇对你的一片苦心啊 凌王派人来要见少爷 凌王 凌王 凌王现在正在图谋造反 他派人来 难道想招揽你 哎 管他的 你去帮我打发他走就算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来来 你来来 你来来来 你来来来 你来来来来 你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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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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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只能不能见客 凌王的好意心领了 各位请回吧 哈哈哈哈 怎么会这么巧啊 我们王爷要请的人通通都生病了 不过王爷早就料到有此一招 叫我连御仪也带来了 我们去给他看病吧 姐 夫人 潘漠火 你不是说他病得很厉害 他是病得很厉害 要是病得很厉害 怎么还会有胃口吃鸡翅膀呢 你怎么回事 很简单 因为火烧翅膀我喜欢吃 但是你老娘说你快升天 越快升天就越应该要拼命吃 如果现在不吃 以后没机会再吃 你真的快升天 我真的快升天 如果现在不吃 以后没机会再吃 快死的人 还有唐建元这么好的气色 真是少见 雨姨 给唐建元把把脉 看看到底有多严重 唐建元的脉相四平八稳 很正常啊 没有问题啊 他怎么了 我还有救吗 试试看了 到底怎么了 我从来没听过这么乱的脉相啊 你听到什么 将军令 什么 我看你啊 赶快准备后事吧 唐建元 我先告辞了 为何半死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 我们走 雨姨 快救救我的 臭声 跪下 你记不记得 你曾经在你死鬼老爹林前发过誓呢 说不会显露你会武功的这个秘密 今天你为什么要破戒呢 我记得 不过刚才秦始危机 况且我只是用内力改变了自己的脉相罢了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一旦让唐家的仇人 发现你是霸王枪的传人 你马上就会有杀身之祸的 老娘 我们唐家的仇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你一直都不告诉我 我以前不告诉你 是因为你年轻气盛 怕你去惹麻烦 现在你已经长大 我就告诉你好 我们唐家有两大仇人 其中一个是夺命殊胜 当年他们二人为了争夺兵器谱上的排名 就决定比武 我唯恐夺命殊胜使出诡计来暗算你爹 所以一直在旁监视着你 我来暗算你这个短命夺命殊胜 天豪哥 你硬硬了 放心吧 放心吧 高过你 你去上耳朵里 有没有 还想要 不行 什么东西啊 主席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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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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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挦 快 主席 主席 主席又来了 只有用我的绝招了 跑 主席 你跑到这里来 找什么局啊 我 小心了 主席走 你先说清楚在搞什么鬼 不是爱你我才帮着你的呀 帮我什么 撒这些没用的红豆 这些不是红豆 这是我新发明的暗器霹雳珠 拼什么 利什么 雷什么 你不要小看他呀 他爆炸起来啊 威力无穷 为什么动赌 利什么 鬼报 主席 你是不是非要玩死我你才甘心啊 书生夺命剑 就在这最危急的关头 密电他忽然使出世界上最恐怖 最吓人的独门暗器 终于扭转了整个月的局面 暗器 霸王子里马枪 没枪筒 怎么会这样 难怪爹最后郁郁而终 你爹没有想到夺命书生 连纯钢制造的枪头都折得断 所以他临死的时候 就特别制造了这个坚硬无比的寒铁枪头 以防夺命书生赶尽杀绝 你不是说我们有两大仇家 另一个又是谁啊 另外一个就是当年跟我抢你爹的情敌啊 不过他已经嫁人了 我看是没什么机会会仗到他的了 老娘 我想离开家几天避避风头 免得霓王他又派人来找我麻烦 下好离手下好离手 那你要记得带着这支铁枪头 以防万疑 你又不是 要记着了啊 不行不行 我不够做我的 大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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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当年那你爹他打输 怎么回事 所以当今的兵器谱上 书生夺命剑是排名第二的 我们霸王枪排名第三 小李飞刀那算是第四了 把这送你去 那排名第一的是谁 就是小李飞刀他娘 可惜他已经过世了 原来是小李他妈的飞刀 真可惜 你别聊了啦 来 划拳 姐妹好啊 一定中 五魁少 放 你真没用啊 走开 五魁滑滑 来来来 姐妹好啊 快动手 不过你手啊 你来 快动手 小魁少 要开了 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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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心有悲 我心有痛 八个老婆如蚕狼恶骨 人家当我想进其人福 即使空虚积没下郎哉下郎哉 你们看 张凯子到台湿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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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库的那天 张凯子到台湿的那天 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大家 对呀 我觉得堂兄最令人羡慕之处 莫过于他的艳福 人人都知道 堂兄家中有八位夫人 哥哥貌美如画 果色天香 做人能像堂兄这样 夫妇何求啊 有马子可以上啊 堂兄 你看桥头上有个阿娜多姿的美女 孤孤单单的 这样好了 你就当场示范一下你的泡妞大法 让我们兄弟几个好好的学一学 这个嘛 事关大家的福利 你没问题吧 义不容辞 去呀 小姐 公子何事啊 这儿 这儿 没什么 我想借小姐的肩膀搭一下 不知道可不可以 这怎么行啊 我可是黄花大闺女啊 我知道 我只不过是想整整我的朋友而已 其实在下正是唐伯虎 什么唐做的老虎啊 我不认识你 你再不走我可要叫喽 这样好了 我给你一两银子一死一死 一两银子 你当我什么 最起码十两 哇 你这得金还要十两 干脆去抢了 不错 我就是抢 把钱拿出来 你 你 打你 你搞什么鬼啊 走啊 你身手也太重了吧 他想抢钱 这四人妖 我喜欢 拿着 真可惜被他抢先一步 好多人啊 居然好热哦 你小家 你俩吵什么 或许没对局 你在看什么 借过借过 你来说华太夫人带着他背你四乡来进乡 听说各个都是天天下凡 尤其是秋香更是不得两凡 到底是哪一个 那个 秋香 这个很普通 没什么嘛 先别急嘛 波虎兄 你要知道美女这种东西跟鲜花一样 需要有绿叶来衬托才会显出她的娇媚 你再看看嘛 美女 哇 再这么一看她真是美如天仙 我们立刻到庙里去 展开心动 看你呢 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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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一有机会 就一起上去大肆搜个一番 一句话 就 sebelum 试试点给乞丐吃 是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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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抢啊 来来来 你的 慢慢来啊 这你的 救命啊 我肚子好饿 你饿了 这给你吃吧 怎么了 一个不够啊 再给你一个 来 你们过来 这边还有呢 来 来 给我吃吧 来 给你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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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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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你去帮我求之平安千来 是 夫人 小姐 你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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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 兄弟啊 给我追一下华府的官船 好 小心 公子 那你就教我两招 那你就教我两招嘛 拜托 招起来就看你上不上路了 一切都听大哥的我 我 习儿公轻了 我 我 西要上野了 得要打死你都不能动啊 你说卖了所有钱都给我的喔 不许赖皮喔 以你的智慧活得了你吗 那倒也是 街坊邻居快来啊 刚出炉的孝子大拍卖 不满也来看看呢 我好惨啊 这位小哥啊 你哪清早在这卖身脏负 太不激励了吧 我也不想啊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 你看起来好面善呢 是吗 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 求求两位姐姐可怜可怜我吧 真是好惨啊 我们家正好缺个下人 我看就 我好惨啊 卖身脏全家 不会吧 两位姑娘 可怜可怜我吧 我一家六狗一晚上全死光了 我身上十级费劳 半卖半送 你就买了我吧 石榴 你看她可怜多了 我们就把她买回画布好不好啊 那就买她吧 姐姐 我先来的 这不是先来后到的问题吗 对啊 人家家死了六哥 你家才死一个 我也很想帮你啊 但是我真的很为难嘛 可是我也很惨啊 你有什么比她更惨的快说出来啊 我 我 这 你看我这几天没有剪指甲里面全身黑泥 难道这还不够惨吗 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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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彩你不能死啊汪彩 你跟了我这么久 对我有心有意感叹相照 但是到现在 我连才饱饭都没让你吃过 我对不起你啊 汪彩 小心啊 秀强 秀强 你怎么了 秀强 秀强 你不能死啊 我跟你相依为命同感 勾过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你当成亲身故人一样 叫你养你 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秀强姐 他们俩都这么惨怎么办呢 看看再说 妈的 你 大哥你别闹了 你看看你 那么干净 进去化个妆再来吧 你看看我 烂命一条 满手烂疮 你怎么惨得过我 你不要跟我比 我真受不了人家跟我比了 跟你比我怎么样 你真是在逼我吗你 你要逼我惨吗 靠 他骂我的 哎呀 你说你满手烂疮 现在我这条手都断了 谁比谁才了 你玩得太绝了吧 你老子我今天跟你跑上了 我我我我 老子陪你玩到底 骂的来啊 想跟我玩 我连命都不要了 看你怎么跟我比 谁敢比我惨哪 好小子算你惨 我们后会有期了 那个人死了只有买你了 是吗 是啊 那得再加无量 你这是坐地起价啊 不是我是想把这个老兄买了 真是个好人 就买他吧 哎 石榴你说买就买啊 我们得先进去问问夫人才能决定啊 你明天再来吧 哎哎 我去问 秋香姐 辛苦你了 哇 现在就开始挑逗我了 老娘我得手了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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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在你一片孝心 就买你到画府来当下人 为期六年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那就把契约签了吧 我签 快点快点 来不上台水了 再来再来快点 武装引刀 还不怕啊 小子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画府的第一等下人 九五二七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开始做事 自作或做香蕉钩 没人马步的汪汪脚 香蕉钩 真好笑 没人马步的汪汪脚 香蕉钩 真好笑 一千零一 一千零二 一千零三 一千零四 看你的死能性 大家抬高不许乱动 一千零四 一千零三 快点快点 好香一点 火腿全部留给我 开班 看烦了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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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搞的嘛 警卫姐姐 发生什么事啦 九二七 快点把我们把纸约拿下来 是啊 快点啊 但是我身为一位低等下人 是不方便进来的 纸约当你是低等下人啊 我只当你是条狗而已 我叫你去 你就去嘛 来来来 就在上面 秋香姐 幸会幸会 上次的事情我还没找机会谢谢您呢 还好 又愿千里来相会 那这纸约包在我身上 少废话 快去捡啦 马上 马上 九五二七 小心点 谢谢关心 秋香姐 小心点 小心点 来 九五二七 你没事吧 怎么样 我没事 只是断了两条手 怎么能不小心呢 只要能够帮你解回纸约 我不怕千刀万剐 情愿 勇闯 地狱 曲曲一条手臂 又合住挂齿 是我错怪你了 对不起 我不许你这么说 熟能无过呢 不行 不行 那算了 你别走 有情人终成借属 他在上面笑什么啊 我看他能搞什么鬼 我看他能搞什么鬼 九五二七 你干什么 你快 你下来啊 你快 你下来啊 来啦 小心 小心 秋香 我来啦 小子 小子 我听说你偷偷在画他的画像 是不是 小弟生病画画无数 不知您说的是哪一幅 大家看他画的是什么 真是太离谱了 什么知相像 居然把我纵化绝代 阿罗多姿 美丽动人的石榴剪 画成这幅德行 对啊 对啊 对不起 我没天分 麻烦你还我 没天分就不要画 乱画个什么劲啊 我不得不让你开开眼界 学着点 这才叫做画 真是强动自有强动手 一山还有一山高 小弟甘拜下风 来 大家介绍一下啊 你现在知道什么叫画了啊 你不但会偷懒 还抢我的女人 别拿 好 别拿 你们不要打了 再也不住手 我就去告诉画夫人 住手 我给秋香姐面子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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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没有啊 没有 我一天没把紫园亲手 交给秋香姐 我绝不能够死 我绝不能够死 我有点紧张 来呀 快点来呀 刘姐 你疯了你 不要再说了 快坐吧 不要因为我是娇花而联系我 用力啊 一来就看到这么恶心的 真是倒霉啊 踩得好 老大 老大 听说那春夏秋冬四乡 个个都貌美如花 尤其是那个秋香 简直是要人老命啊 秋香当然是留给大哥了 那当然了 老大 那这个怎么办 杀了他 这对狗男女也算是同道中人 打换算了 好 四位莫非就是明镇江南的四大银侠 我们就是东银西界南大北色 好 实不相瞒 小弟我就是人称玉树临风圣潘安 一朵梨花鸭海棠的小英寿 周伯东 没听说过 这位小兄弟连这种货色都敢上 小银虫的称卫也是当之无愧 小开死 再烂的我都玩过呢 那我们该尊称一声大哥了 不敢当不敢当 刚才我听几位大哥说 想进去玩玩抽香 就是啊 那就由小弟来带路吧 你还想来第二段 那你就排第一了 多谢多谢 好 谢第三干你 别留下脚印啊 怎么绕来绕去 那个小英虫不见了 快让他找回来带路啊 是 找到了 九五二七 你进来干什么 不得了了 秋香姐 完美有几个银贼想来飞离你 我真的好怕呀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已经暂时把他们引开了 画幅这么大 想找到这里没这么容易 我看 你为什么流鼻血了 就是被那几个银贼打伤的 这算不了什么 为了救秋香姐 我死又何妨 你现在快点跟我去一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再说 为防万一我先出去看看先 不要紧不要紧我没事 站住 你自己不就是个大银贼吗 严格地说我也是贼 不过不是银贼 你可以把我当作一个偷心的贼 我不管你是什么贼 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样 那只会是我更讨厌你 秋香姐 当你发现你冤枉我的时候一定会很伤心很后悔 这又何苦呢 还是快跟我走 少来了 如果家里面真的有贼 你为什么不去告诉夫人 跑到我房间来干什么 你不要自私读过两年书 就到处轻薄无知女子 我告诉你 男人穷并不要紧 但要有骨气 有才学 不然就算读一辈子书 也不过是个废物 说得好 身为一个男子汉的我 听完你这番话真应该痛骗你一顿 但是我不会这么做 也许你说的对 我真的是个废物 你连废物都不如 你应该叫狗贼 好一只狗贼 看来你真的很讨厌我 既然这样 秋香姐为何对我三笑留情啊 有吗 我对你笑过吗 你看又来了 我要是真的对你笑 也笑你是个白痴 原来落花有意随流水 而流水无心裂落花 对不起是我自作多情 但是外面真的很危险 你千万要小心 哪儿啊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无聊的废物 难道只有唐伯虎才称得上是男子汉 只有真正的男人才写得出这么迷人的诗句 桃花屋里桃花暗 桃花安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摘桃花 又摘桃花换酒钱 别人笑我太风鞭 我向他人看不穿 不见武林豪杰木 无花无酒除作品 我看不见武林豪杰木 不见武林豪杰木 我认识就识了 她已经被人取写了 她们已经必须和了 乱竟的女人 还没懂 不懂 我认识啊 都是男人 她们的女人 现在我身边心疑了 你们认识 你脑子 别逼我用绝招 秋香你太冲动了 不过也难怪 你年纪还小 但是我喜欢 十字追魂棍 事到如今 我不能再隐瞒了 你听清楚 其实我就是唐 我 唐伯虎 怎么样 你是唐伯虎 我就是官司赢来要你的命 谁那么用力伤我 谁说大吉小伊丞 你们快来抓贼 走 走 wonders 走 不许动 举手投降 当我白癡 走 来啊 上 上 武状元 这些银贼是怎么进来的 夫人 说 这 是 禀告夫人 我看到九五二七跟他们在一起 日房夜房 家贼南房 把他们一干人的送官办理 是 走 夫人冤枉了 夫人 我在地上捡到了一本书 混账 这本唐银事集是谁的 我说过很多次了 画府之内绝不允许出现唐伯虎的东西 这本书究竟是谁的 自己快点承认了 求香 到底谁的 夫人 快点说 夫人 小的知道是谁的 说 是小弟弟的 要惩罚就请你连小弟弟一起惩罚 武状元 是 夫人 把你小弟弟交出来 夫人 小弟弟指的就是小人我 既然你承认 好 拖他出去剁成肉酱喂狗 走 走 夫人 不要啊 我只能引开那些贼来救称偶像的 走 夫人 我不管你跟那些颜贼有没有关系 深草唐银事集就是死罪 拖出去 夫人 请听我解释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丙夫人 小人本住在书州的城边 家中有物又又甜 生活乐无边 谁知那唐伯虎 他满横不留情 勾结官府目无天 占我大物夺我天 我爷爷跟他来翻脸 惨被他一困来打扁 我奶奶骂他欺善名 反被他捉进了唐府 强奸了一百遍一百遍 最后他悬梁自尽一个人间 他还将我父子住出了家园 流落到江边 为求养老爹 只有独自欣幸在庙前 谁知那唐伯虎 他实在太阴险 直到此情形 竟派扔了暗算 把我父子狂殴在世前 小人身撞见 残名得留存 可怜老夫的魂魂天 此刻更难见 为求葬老爹 唯有卖身唯奴自作见 一面秦传钱 那一面读书片 发死发不明显 手刃仇人意志间 从此唐掩诗集办身边 我们已经此朝不空再见 实在是太刺激了 我真忍不住要赞美他呀 不行 我不能够表露出来 但是这种感觉 真让人像桃云家雾一样了 他那番感人肺腑的自白 居然能够用俏皮轻快的鼠板来表达 再加上节奏强劲的敲击乐器来结尾 真是听得我高潮一波接一波呀 是啊 但那种汹涌澎湃的撞击力 就好像熊尊鱼体内的精子一样 成千上万硬硬不绝啊 不错 我就是那条慈尊鱼 我现在充满力量了 谢谢你 九五二七 恩惨惨 吃完饭要辣 辣完还要撒 撒完又想吃 人生就是吃辣撒 撒 原来你跟唐包虎也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是的 夫人 夫人 这个奴才虽然贪生怕死 倒也非一无是处 我见他出口成章 好像还念过几年书 现在书房正缺个半读书童 何不让他戴罪立功 陪伴公子读书不是更好吗 既然秋香帮你求情 就免你一死 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寸你个名字叫华盛 啊 夫人 这个名字恐怕承受不起啊我 这样啊 那就华安好了 谢谢夫人 你是不是非得跟我争秋香不可啊 我是哥哥他但是我的 你还有分大小的吗 你说要跟我比划谁啊 比划谁啊 我炒死你 你查你弟弟 我查我哥哥 你敢查你哥哥 我给你拼了 为了秋香 我不要我这个体积了 顺利过关成为书童 一切都尽在我掌握中 越来越接近秋香节 今天的心情是大不同啊 大不同啊 哎 两位公子呢 你这还是谁啊 我是负责陪两位读书的书童啊 哦 就是昨天晚上拍桌子打椅子 害我们睡不着的那混蛋 正是 哎 两位公子骨骼特异 能够服侍两位真是万幸啊 嗯 你说话还蛮重心的 又要把你当个人看好了 去侦查 对不起 小弟有三不作 什么三不作啊 我一不侦查地水 二不洗衣扫地 三不扑窗蝶背啊 那不是跟我们一样 那你会做什么 我会 会吹口琴 玩玉烧 泡泡妞儿看小书 沾补心象 观人梅雨 风流倜傥 且欲偷香 是不是真的啊 啊 让我两手来看看 在这里恐怕不方便示范吧 想糊弄我们没那么容易 那就看看我们两个的 这 说不出来吧 如果我没有看错 两位应该是 低能儿吧 这你也看得出来 真是佩服到五体头地啊 且容许我们叫你身大可可 嘿嘿 叫什么不要紧 以后替我侦查地水洗衣叠背就行了 画文画物 你们俩跪在地上所为何事啊 我们在拜大哥 你区区一个书童 何德何能能成为大哥呢 在下无德无能 只是开个玩笑 望老师见谅 不行啊 华安 我不跟着你啊 年轻人 你跟我抢饭碗 你哪个道上的 还没请教 叫上教 先请而后教 叫后而先请 先请而先教 后教而后请 再说我就要教了 不许教 本夫子元吉三水 先为华府首席齐齐 首席白纸扇 你哪个安慰的 我元吉苏州 先任华府半途小书童 门前一对双花大鸿鸿 你打过我 我左青龙 右白虎 老牛在腰间 龙头在胸口 人当杀人 佛当杀佛 先生 你怎么了 先生 是怎么了 爹 你刚刚不小心 把老师给杀了 你爹 你杀人了 废爷 废爷 我刚才看到新人 在玩鸡痛起鸡 自以为刀枪薄肉 谁知道没起到鸡挂了 是不是这样啊 太师 对 事实就是这样嘛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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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把贤车给抬出去 那你是谁啊 他叫华安陪我们读书的 是啊 太师 是华安 你说得好 理了打工了 小跟子 我决定生你为高级半读书童 以后啊 父子教我两个儿子读书 知道吗 谢太师 你看 我看你 啊 欢迎是吗 是啊 快点 就像那天晚上那种的 快点了 快点了 一个画案 两只眼 三个姑娘 怎么样 六奶 好扰 好扰 怎么 快了 欺负人了 就是吗 九强姐 画案 你又在捉弄人了 没有 我赢试给他们听 赢什么试 唐伯虎的试 当然不是了 我跟唐伯虎有不共戴天之仇 你不用瞎掰了 你骗得了 夫人骗不了我 不过 你那个故事编得蛮精彩的 秋强姐果然冰雪聪明 小弟佩服 那晚你为什么 冒充是唐伯虎呢 你猜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定认识唐伯虎吧 当然认识 那可不可以介绍给我认识 就是我 你少开玩笑了 人家说真的 人称诗话双诀 风流不羁的唐伯虎 谁不认识啊 不过他不认识我而已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风流不羁只是他的外表 我读过他的诗 从他的字里行间 我看得出 他是一个用情专一 真情真义的男子汉 你怎么了 我感动得有点响哭 你的观察力真是惊天地 气鬼神 如果唐伯虎能够有你这位 红颜知己也真是似儿如汉 你别逗我了 秋强姐 你觉得话按我的人品怎么样 我觉得你是个傻瓜 秋强姐 那你愿不愿意跟一个傻瓜 今晚三斤十分柳树前 你去研究狮子歌赋呢你说 好啊 多谢 不客气 不太了啦 秋强姐 唐伯虎被武装人捉回来了 救命啊 住口 干嘛住口 夫人 我在苏州市集看到这个人自称是唐伯虎 还拿着他的字画到处卖 我就抓回了给夫人看看 果然是唐伯虎的手笔 别忘了 我说过我不是唐伯虎嘛 如果你不是唐伯虎 那你为什么有他那么多话呢 我趁唐伯虎不在家的时候 天来的 你口口声声说你不是唐伯虎 那么你是谁啊 我乃江南四大财子之一 就这些如假包换 你不肯承认 好 东湘 在 带花安出来 让他当面认一下 他不共戴天的仇人唐伯虎 是 夫人 华安 夫人 怎么了 没什么 昨天华安说太多 鸡肉抽筋 你过去认一认 他是不是那仇人唐伯虎 是 原来是你啊 靠 这样你还认得出来啊 你化身会我的认得你就是唐 不错 我就是唐伯虎千方百计想避害的死剑种 不想死结果闭口 夫人 因为唐伯虎每次行凶都蒙了灭杀 所以小人也不敢肯定是不是他 这样啊 那就您忘物纵把他杀了 等一等 这个人就算不是唐伯虎 也应该跟唐伯虎有莫大的关系 所以留他一条命应该会有用 死罪可灭 活罪难逃 石榴 带他到柴房好好看管着 任你处置 谢谢夫人赏赐 你想干什么 逮他进去 不要来来 我是初男的 太爽了 你应该不是想杀人灭口吧 不要吵 我现在偷偷地放银走 快闪 千万别放我走 画我吃得好睡得好 我刚刚又生了一个哈死的怨妇 我省不得走 你开什么玩笑 是真的 何况我外面欠了一屁股债 这里是我最好的避难之处了 有人来了 你没事吧 什么事 秋香姐 请问你是唐伯虎吗 姑娘为何有此疑问 实不相瞒 我很倾慕唐伯虎的才华和文采 我好想见见他本人 请问你到底是不是 没错 我就是唐伯虎 那是什么声音啊 畜生的声音 畜生不要吵 秋香姐 今天你我有缘相会 应该猝息长谈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愿意回答我吗 当然愿意 可是为了表示你的诚意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首先呢 先闭上你的双眼 全身放松 慢慢把你的头 靠在我的左肩膀上 不要紧张 你不相信我吗 尽量不要紧张 慢慢把头放过来 对 过来 影响无客人 唐伯虎 有人来了 我来了 小姐你是 吃干麻精了 想不认账啊 我唐伯虎哪一件斯文 你说什么呀 少来了 你刚才那股骚这呢 刚刚没有人当然可以骚了 现在有 有什么 我们来玩个更刺激的 美女与野兽 有了唐伯虎是这样的人 话案比他好多了 过奖了 秋香节 你怎么在这啊 我 我来看看啊 你呢 我也是 一起看 哇 这个精彩 是吗 老虎不发威 你当病猫啊 我还有 太师 您王带大队人马进来了 老爷 这个宁王一向跟老爷正见不合 在朝中也是水火不容 近日贸然来访 而且带了那么多官兵 恐怕另有所谋 小心别让他借题发飙啊 宁王到 王爷请 华太师 你好吗 王爷特地光临寒舍 我真是受宠若惊啊 太师严重了 本王素文太师对丹琴有所偏好 好不容易才找到唐伯虎的几张真迹 转程来送给你 王爷 不必客气 师爷 拿话上来 是 果然徐始如生 神运十足 很不错吧 我最欣赏其中的王者风范 我还找人重新表过 你看 那种令群鸟低头的气势 悦然于纸上 真不愧是鸟中之王啊 王爷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怎么受得起啊 你是不给我面子 想逼我发飙啊 王爷请息怒 既然王爷今日带来了名画 渐渐也想开开眼界 好 画无人既然也是爱画之人 大家研究一下 秋香 你也来看看 是 夫人 这幅孔雀图 它本身的确是唐颖少有的妙笔之作 可惜孔雀始终是凡鸟 就算重新装表来衬托 也是无补于事的 烦鸟就是烦鸟 绝对不会飞上枝头变成凤凰的 王爷 渐切管教无方 秋香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 还请王爷恕罪 王爷 夫人这么说 她们一定收藏了 比我们这幅更好的唐颖作品 对啊 夫人 那就拿出来见识见识啊 实不相瞒 我们真的没有唐宝虎的话 极有此理 你这分明是存心戏弄王爷 花大师 王爷 花儿是没有 不过唐宝虎本人正在设下做客 秋香 去请唐宝虎出来 是 夫人 夫人 唐宝虎到了 唐宝虎 我让你立刻挥好 画一幅凤凰奥义图 给王爷欣赏一下 好 我要看你怎么画这个神鸟凤凰 会比我的孔雀好 你要是画得不好 你小命难倒 唐宝虎 还不快点画呀 大功告成 看 这就是神鸟凤凰 不对吧 这分明是小金赤米图 还差那么一点 在头上加个光圈 这就是神鸟了 岂有此理 竟敢戏弄本王 多谢王爷 我一直怀疑这人是冒牌的 今日在王爷的威严之下 果然露出了马脚 拖出去 是 素文太师才高八斗 我有一个参谋将军 想跟你切磋切磋 我们老爷 怎么可以以大欺小呢 是啊是啊 文学切磋是不分辈分的 休什么玩玩而已 不过 如果你对不出来 别怪我发飙啊 出队 一乡二礼 贡三夫子 不是四叔五经六义 竟敢教七八九子 十分大胆 对啊 怎么不对呢 你不给我面子 我可真的要发飙了 让我来试试 十四九瓶 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里 尚且三心二意 一等下流 好工整啊 华啊 那来的正是时候啊 没事没事没事 在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川长 阁下是 小弟读过两年书 陈世中一个迷途小书童 华安 好 我就来会一会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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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音艳艳艳脆脆红红处处融融恰恰 玉丰丰花花艳艳年年暮暮昭昭 啊 哈哈哈哈 真是 快出队子队死他 队死他 十口新四四军四国四设计 八目共赏 赏花赏月赏秋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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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等魏与风险现一身湖南 你下流剑阁露出半个龟头 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给你个书头 你家坟头来中处 怒夹澡盆砸配鱼 鱼飞过熟入我肚 你老娘来庆下厨 对对本为消遣作乐 近日川堂兄居然对得熬出几十两鞋 可谓空前绝后小弟佩服佩服 华安哪 这儿没你的事儿了 你出去扫你的地方 遵命 王爷 今日我这个小小书童多多冒犯 没有让您发倒镖 真正的对不起 好 多冥书章 快点拿皇上御赐的春树求长图 给太师看看 是 一起欣赏欣赏 太师 请接话 小心 这么看不方便 还是到那边去看吧 这么名贵的话还是好好收起来吧 夫人这么快就看完了再欣赏一下吧 油 那么想吵 你把鬼�� Cabo 和他下旁边看啦 你那我 Bar me 送動了 夫人会不会有危险啊 丑舂 komm,我过去看看 走 作丑姨,你怎么样 ? gestellt me 什么是装吵 我告诉你 秋香姐 我被听众很想吵 全歪了 我被人踢了八条 终于有人给我吵了 秋香姐 发生什么事 我被人家踢了三十几球 鬼啊 鬼啊 他真的是秋香吧 是他 他是被人打成这样的 什么 难道是受了武林中最恶毒的 不错 是最卑鄙最恶毒的面目全非角 差点忘了是有自己踢的 还以为见了鬼呢 秋香 我当了 我刚才怎么了 你刚刚中了最恶毒的面目全非角 属于很危险 还好我即使用失传已久的绝拳 我爱我飘飘拳 把你打回来原型 你现在没事了 谢谢你华安 不客气 那我现在复原了吗 下巴好像还差一点 用逸 阿道 秋香 你变漂亮了 夫人 华太师 我好心拿幅画给你欣赏 你不领情不要紧还把它撕烂 王爷息怒 华安不是故意的 你不用多说 你毁坏国宝 我明天一定禀明皇上 我要让你满门抄斩 等等 王爷刚才那幅春树秋双图 我看不像是唐伯虎的真机啊 大胆小书童 你想吓我 皇上亲自的名画 怎么可能是假的 来来 发表了 班长 其实真正的春树秋双图 一直都藏在画幅里面啊 不信我马上拿出来给你看看 去的跟我来 好 王爷 好 我就先看你拿什么出来 然后咱把你们赶尽杀绝 华安你搞什么鬼啊 华府怎么会有唐伯虎的 穿树秋双图呢 现在怎么办呢 秋江姐 麻烦你帮我磨磨 也没别的办法了 快 你快点帮我磨磨 啊 啊什么啊呀 你快帮我磨啊 我只有凭自己的记忆去画了 可是唐伯虎的画意境那么高 我怎么能模仿得像呢 现在只希望宁王他不是祸 能够满天过海 不可能啊 宁王他怎么会不认识唐伯虎的画呢 华安 你这次闯了大祸了 不但自己性命难保 还会连累画府 你现在怎么办呢 你还是逃吧 现在没有人 你快走吧 你画的啊 是啊 有时候我就靠画唐映的假冒为证 这幅春树秋双图画过几百次烧得很 希望过得了关 这是吃饭的家伙 当然要随随膝带咯 可是怎么画那么快 这才算慢的了 这幅才是唐伯虎的真迹王爷 你说真迹就真迹啊 你有什么证据啊 王爷可以找个专门人才 先来燕一燕再说 对船长 你还没死啊 没死啊 没死过来燕一那幅画 好 行不行啊 读一读吧 王爷啊 这真是出自唐映的手笔啊 你是不是眼睛花了 看清楚一点 看仔细一点 的确是真的 不过这墨迹好像还没干死的 最近都是南风天 诗迹太重了 诗迹太重啊 你可以死了 王爷实在太不小心了 皇上遇刺的话都被人掉了包 要是惊动了皇上恐怕是死罪啊 好 不过啊 念在我们朋友一场 这幅画就送给你了 以后要小心保管 要不然又会被人调换了 王爷 今天有高人在场 不宜救流 好 我们走 慢着 王爷 你不是说要发标的吗 忘记了 好 标给你看 这样满意了吧 刚才你为什么不打开杀戒呢 王爷 刚才那个书筒不简单 我差点吃了大亏 你不是说过 书生夺命剑 威力惊人 天下第一吗 遇到一个小小的书筒 就畏首畏尾 王爷 就是因为书生夺命剑 威力惊人 小人身怕会误伤到王爷 我今天啊 面子却让你丢光了 走 王爷 小人性命担保 三日之内 等我恢复元气之后 再来教训他们 把太师的人头拿回来 好吧 对了 还有那个华夫人 还有那个书童 还有那个秋香 总而言之啊 叫他全家死光 是 小人遵命 大哥 爽不爽啊 很好 大哥 我听说你昨天耍了一套 还我漂漂拳 十分惊人啊 可不可以帮我们的象猫 打得漂亮一点 是啊是啊 两位已经冒如天线 不用再打了吧 谁会嫌自己太漂亮啊 那请你倒杯茶来先 要不要搞错你说请 不是老大是天经地的吗 为什么要说请嘞 你说请就是看不起我们了 你让我们好失望啊 而导致内蜂蜜失调 大小变失禁 说不定会拉一大堆屎 在你头上对大家都不好吧 我不过说了个寝字 翻不上蜡蜜在我头上吧 你不要笑 我们可是很认真的 了解 你们两个混蛋飞舞 倒杯茶来 对嘛 这样才是大哥嘛 谢谢大哥哥 来 上哪儿去啊 去倒茶 你们先出去 我有话要跟华安说 坐呀 夫人请坐 华安呀 你立了大功了 这里有一杯千年人参茶 非常补的 把它喝了吧 华安 谢谢你 秋将姐 不客气 趁热喝了吧 以你这么好的才华 应该考取过公民才对 怎么会到我们画府 来当下人 夫人 公民与我如福运 在下一点也不稀罕 况且在这里 夫人跟秋香姐 都对我这么好 我留在这里 做一辈子都愿意 好一个风流才子 唐伯虎 夫人是在跟我说话吗 你还装啊 凭你高强的武艺 在施化方面的才华 我早猜都是你了 虽然我跟唐家有仇啊 不过昨天你舍身相救 夫人我呢 也算是德高望重 绝不会恩将仇报的 你就承认了算了吗 别说我不是 就算我承认我是夫人 到时候翻脸 我也吹不破你 拉不长你 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夫人 我懂 我懂 不过你今天不承认 总有天要承认的 明天再说 这么拽 正是 好 我还打算 如果你承认 我就把秋香许配给你呢 夫人 自话当真 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 不错 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 英雄与侠义的化身 唐伯虎 夫人 多事 夫人 不错 我是翻脸了 对你这种人 我恨不得你马上死 夫人 有话慢慢说 何必动刀动枪了呢 你在求我是吗 唐天豪 你这个复兴人 当年我杀不了你 今天我杀了你的儿子 以泄我心头之恨 别怪我太坦白 就凭这几个烂蜡蜀臭鸟蛋 就想取我唐伯虎的性命 会不会太儿戏了 夫人 我告诉你 你刚才喝的那杯深茶 已经被我吓到天下第一奇毒 一日 散 命 散 天下第一奇毒 哪轮得到你那一日丧命散 应该是我们唐家的 韩啸半部店才对 废话 我们一日丧命散 是用七种不同的毒虫 再加上了鹤顶红 提炼七七四十九日而成的 无色无味 杀人予无影无踪 我们韩啸半部店 是用蜂蜜 穿背 结梗 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 不需冷藏 也没有防腐剂 除了毒性猛烈之外 味道还很好吃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 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市 经脉一流 胡思乱想 而至走火入魔 最后会血管爆炼而死 没有错 而吃了韩啸半部店的朋友 顾名思义 绝不能走半部路 或是面露笑容 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 实在是居家旅行 杀人灭口 必备良药 那么 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这位仁兄运气真好 我这里正好有一粒 这颗烂药有这么厉害吗 吃理了 普天之家这粒最厉害 臭小子 这些牛皮吹破了 不相信 尤重你都磕一粒 你以为我不敢磕 我就看准了你不敢磕 我就磕给你看 磕 磕就磕 磕 你这个臭小子敢想磕我 快磕 谁怕谁 你就磕 你逼我不敢 不要磕我 我就磕给你看了 磕 磕 你当我白痴 老糊涂磕 磕 威胁我 夫人 话不来嘛 你的命很值钱呢 来点 把他带着柴房去 锁在那边等死 是 夫人 请你手下留情 何必两败俱伤呢 不要说了 这 区区一颗含啸半捕颠 会拿得倒我吗 大不了不上不走路 秋生 不要吵 我从夫人的练功房里 投了好多药出来 你看看哪一种 可以截你身上的毒 让你冒那么大点血 画案真是过意不去 你还说自己是画案 其实 上次你画春树秋双图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是唐伯虎了 但是没想到 你居然敢在夫人面前 承认自己的身份 秋生 其实我做的一切 完全都是为了 有个问题 我很久以前就想问你了 你回答我好吗 什么问题 唐伯虎是你的绰号吗 不是绰号 为什么那么问 伯虎 白虎 你娘怎么会给你取 这么难听的名字 你不想回答就算了 谢谢 你喜欢什么颜色 有很多 比如黄色了 黄色 就像这种黄色 是 怪不得 你老是跟着我 你平常除了画画之外 你还有什么事 也没什么特别的了 平时就是看看书 听听音乐 吹吹箱啊 你会吹箱 是 你会吹箱 有空教你啊 好 你身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个压力呢 说真的 真是相当的大 所以我一有空就跑出去旅行 姐姐们 这你懂不懂 我等我等 含笑半副爹这种毒药 是不是你发明的 哪有这种毒药呢 我是虎的老太婆了 你好坏哦 你找了那么久 找到解药没有 没有一瓶是对的 那么碎呀 我还想问你 你怕不怕鬼呀 唐伯虎 真是可恶 怕我白白跳了几天 夫人 既然你没有中毒 不如就大事化小 放了唐伯虎吧 秋香 我念在你是我最宠爱的丫头 如果换了别人 我早就把她带出画府了 以后再也不许在我的面前 提起唐伯虎 夫人 马上管出去 秋香跟随夫人多年 夫人对我恩重如山 我今生今世都报答不尽 秋香今日不孝 但求夫人放过唐伯虎一命 秋香月替唐伯虎受罪 任凭夫人处置 秋香 你好大胆 秋香姐 秋香姐 如果夫人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 夫人 我决定的事情 绝不会改变的 夫人 干什么 一个个儿干什么 夫人 我跟秋香姐情同姐妹 求你网开一面 答应秋香姐吧 冬夏 夫人 求你 你们这算什么 来人把他们撞出去 夫人 武状元 你死哪儿去了 大胆 大胆夺密书生 竟该再次捣乱 华太师居然敢得罪我们王爷 上次你命大 今天我要把华府杀个鸡犬布丁 不许你在华府放肆 快通知太师 好 好 别走 怎么了 跟我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夺密书生大开杀戒了 夺密书生 万年很危险 你快点走吧 那你呢 别还我了 走啊 秋香 夫人带我恩重如山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能够离害夫人的 你开门戏啊 华安 哪儿 我爱你 你是什么 秋香 秋香 快去保护夫人啊 你们要去哪儿 秋香快叫华干来帮忙 只有他能够挡住 就夺密书生啊 华安 他已经走了 华安太没意气了 爹 娘要想我们也酸吧 好好好 夫人啊 夫人 夫人 你怎么样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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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爱 什么华爱 是唐波虎 你小心点 你身上毒还没解呢 放心 解药我已经在练功坊找到了 我还抽了点点时间洗了个澡 换了套衣服 毒秘书生 当年你用计打赢了我爹 不知道现在打不打得赢我 哦 原来你就是那个小建筑 难怪我看起来这么眼熟 今天我就要为先父报仇 我们唐家霸王枪 要抖回兵器谱上的排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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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马枪 你老子蠢 你比他更白痴 明镇没有枪头 你还要捅 谁说没枪头就捅不死人 我这招已经练到不用枪头也能捅进去 安心的去吧 从今天开始唐家八方枪重夺兵器谱排名第一位 华安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呢 太好了 你及时出现这叫我太感动了 唐伯虎 你救了我们华府上下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 太师不用客气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不用再说了 你喜欢秋香是不是 我就把它许配给你 好耶 哇 怎么会冒那么多新娘出来啊 唐伯虎 我虽然答应把秋香许配给你 不过还有条件 要看你的造化了 你可不可以从二十个新娘里面 选中秋香 画文 点选时间以一注香为线 及时生效 点选规则如下 一 点选人不准超越黄线 观察新娘 二 所有准新娘不准发出任何声音 为例者当弃权论 三 不准善用任何物件 接触准新娘之身体或衣物 请此 如果在十线之内你不能点中秋香的话 你就算输了 那秋香就归我两个儿子 画文画物所有 大哥 我们见仙城的啦 别见怪啊 夫人 光天化日之下你想玩死我 唐公子 何出此言呢 在这种规则之下 我有可能点中秋香吗 我唐某人本着天地良心 对秋香一往情深绝不反悔 为什么你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我 唐伯虎 你不要忘了 当初你说你家境贫寒 甘愿到我们画府为奴为仆 还有契约为贫 但是你却是为了泡妞 似乎是你先耍我们的 谁说的 每行头一个字 一共四行麻烦你横着看一看 我为秋香 不错 我为秋香 我早表明了来意 是你们太糊涂看不出来 你不要神气 你文才好又怎么样 我就想玩死你 想玩我 再读两年书吧 我现在就要带秋香走 看你们谁担了主 试试看 这是画府你敢乱来 我叫太师禀告皇上 把你全家满门抄斩 你这霸婆悲心妄意 卑鄙无耻 你骂我霸婆 踢死 换给你 我饶不了你 来来来来 踢死他 踢死你 来来来 踢死你 还要打我 来 偷偷住手 唐伯虎 秋香总归是我画府的人 你想讨他做老婆 就得照我画府的规矩做 那那炷香就快烧完了 赶快想办法才是真的 好 好 我躺我就指出圣评所学 是要点到秋香为止 气吞踢下 啊 请听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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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做只需要 divers 杀la 吞吞今天的 走 如来神党第一日 合山打牛 不是这个 再来 离花接木 上关旗啊 我顶 唐伯虎 你还没死吧 如来神掌 我看你是挂腊肠啊 是你逼我出绝招的 鬼 好强的气功啊 他的战斗数值竟然高达好几百万呢 难道是超级忍者呗 狗 是吗 是吗 怎么样啊唐伯虎 你有张良气 我有过墙天啊 你他妈的耍杂阴我 你他爹的我就阴你我气死你 你太过分了 打不死你 你不杀你快息了 你等着看秋香嫁过两儿子吧 啊 难道我唐伯虎的呀孤独一世 天哪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武林豪杰木 无花无酒 处无措田 我知道了 时间到了 刚刚好 就像 好 大姐 我念我的诗你没事做什么反应啊 我没做什么反应 我尿急抖了一下而已啊 你身上有没有带刀 干嘛 我想自杀 不要嘛 谁跟我斗房了再说吧 啊 让我死吧 小子 连我的马子石榴你也敢碰 你的马子在那边 秋香 好了 快去拜堂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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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拜堂了 跪下来开始拜堂了 秋香 唐伯虎通过了重重考验 我相信他是真心爱你的 我现在把你许配给他 多谢夫人 唐伯虎 你该满意了吧 有什么话要说吗 人生大起大落得太快 实在太刺激了 搞得我都想尿尿了 我干不是想尿尿 是想进洞房了吧 唐伯虎 不要枉费我们的一番心血 以后要好好地对待秋香啊 夫人 我差点错怪你了 叫一天大哥 一辈子都是我大哥 我祝你们年龄有金日 岁岁有金针 谢谢你们 秋香 真是寂静波折啊